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 我国与我邦交国巴拉圭签署免除外国公文书重复验证协定 该协定经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出审通过协定未来施行后 台巴双方将得以大幅简化双边跨境文件验证程序 有助提升两国跨境经商及企业与民间往来便利性 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审查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拉圭共和国政府免除外国公文书重复验证协定 委员会在修正意见中加入台湾文字改为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出审通过该协定送院会处理 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德利在杂询时表示 该协定主要是简化两国文书验证程序 未来在台湾办完文件就可以到巴拉圭使用会便捷很多 领务局长陈华裕在达询时指出 外交部经过评估选定目标国后 以不同群组特殊性选定同步推动 可以简化文件验证程序提升贸易自由度 经贸人民交流 大部分国家都肯定着想法 陈华裕指出政府推动双兵重复验证一言一一年 共选定三群组一共四十国其中包含十四个邦交国 APAC有十一国 欧盟有十五国 还有三个邦交国 渴望在明年签订 包括多名尼加尼加拉瓜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